我身后就是西汉南越王博物馆 位于越秀公园斜对面的香港山上 南越王就是西汉初年越国第二代王 赵墨 旁边是售票处 我准备买票带大家到里面好好转转 赵墨就是赵佗的孙子号称文帝 公元前137年至122年在位 这座墨是于1983年6月被发掘的 就在原址上盖了这座博物馆 马路对面过来了 这块石碑是96年公布 2020年筹力的 南越王博物院的正门入口 票买完了 2000多年的古墨 准备进去了 进来了 直接登上三层 三层就是南越王墓的主墓 顶层上来了 这边主要展示的是墓室的原址 还有南越王的珍宝馆 看这边有字 1983年发掘的 在墓中发现了文帝 行喜的金印的 象征着墓主人就是2000多年前的 南越文帝 这座山的海拔是50米左右 看墓室是一山为零的 深度20多米 前后两部分一共有7个墓室 1000多件随葬品 十分珍贵 还有15人殉葬 整个墓葬采用的都是红砂岩 经过了这个水路运过来的工程浩大 在发掘的过程中 墓室基本上保存完好 值得研究 现在我就从这边上去 到墓室的原址看一看 再上一层可就是四层了 看来这四层就是顶层 墓室的原址在这 进来了 这就是主墓室 下面是可以下去的 我先从上面看一下 我现在是由南向北走 然后左西右东 这就是南越王墓的原址了 大家看一下 整个墓室 它是分这个墓道区域 看这个通道是墓道 墓道进来之后 这个地方分别是东尔市 还有西尔市 这是盖顶 然后前市 主观市 还有后葬市 两边分别有东西侧市 这座2000多年的西汉大墓 一共是7个墓室 大概100多平方米 宽度是12.5米 长度是10.85米 它是坐北朝南的 我现在准备进入主墓室 我现在准备进入到墓室了 这是墓道 墓道的长度 大概也是10米左右 斜坡的 成45度角 下来了 两边分别是墓道的堵石 有的石都成赤色的 这边小心碰头 看一下墓道 长度是在3米 跟我预计都一样 两边是泥土大石块 这边玻璃罩住的下面都是原址 我就从这边绕过来 看我的两边分别是西尔市和东尔市 先去东尔市看看 里面有 它两边都是大石头 东尔市 出土过六国旗 还有边中 还有殉葬的人 这边是出土的文物 看一下里面 出土的现场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 太壮观了 尔市 东尔市就这么大 再看看西尔市 在我对面 小心碰头 太低了 估计就1米5 这是西尔市 西尔市主要出土的 这有玉武人 还有牌坊 看这边都是文物 青铜器 还有铜镜 玉剑 然后从这边出去 进入到前市 必须得低着头 才能进去 这就相当于木门了 看这石头 这个都是铜的呀 这个前市的两边分别 还有东西测试 看看测试大不大 空间比较狭窄 这就是东侧市 看这边 左夫人的 然后回头看一下 东侧市 出土的文物 有玉佩 铜镜 很多随上品 左夫人 这边还有幼夫人的 金银血 还有象牙 好多的文物都在这 然后去西测试 西测试和东侧市一样 是对称的 这边被保护起来了 都是原址 看这上面 出土的文物 出土了少量的器物 随葬品 还有猪牛羊的骨髓 骨头 因为古代 殉葬的时候 都有动物的骨骼 看 牛羊猪的残骨 这边太黑了 赶紧出去 现在 进入到的 这个区域 就是主观市 也就是说 牧主人的棺材 就是放在 我脚下这个区域的 看看出土的文物 牧主人是穿着 丝驴衣下葬的 以前听说过金驴衣衣 还有银驴衣 这边还有银河 玉佩 好多文物 都是从这出土的 尤其这个文帝 行喜 这是金龙的银 还有十把铁剑 其中一把最长 1.46米 是已知 汉代 铁剑 最长的了 现在进入到后葬市 看看 这个后葬市 可有一百多件 大型的容器 其中有什么畜类 贝壳 其中有一件最大的 越式的大铁井 重26.2公斤 看看这个铁井什么样 这是一开始出土的现场 照片 这不铜顶 还有铜的烤炉 原来古代就发明烤肉了 突然脚下 这还有一块大石头 看这块石头 从上面掉下来的 到这 整个越王墓 2000多年的大墓 就转完了 我现在 准备从这出去了 看这边 前世出土的文物 下面太门了 终于出来了 这个视频就先分享到这 结束了 结束了 这边 这边